寶寶哭的時候 它會有動作 內建了 翻譯 對 沒錯 來 我們直接打開來看看 1 2 3 一看就瞄懂 這樣就瞄懂了 這個是比如說寶寶哭的時候 然後他會電吉他 電寶寶跟吃寶寶 喂 很恐怖 妳來介紹妳介紹一下 憲哥講對了一半 寶寶哭的時候他會有動作 但不是電吉他 對 其實它是一個音箱 智慧型音箱 那當然它也有一些燈 因為現在寶寶需要睡眠訓練 就是什麼時候開燈關燈這樣 對 但最重要的 是他內建了 翻譯 對 哭聲可以翻譯 沒錯 可以 從哭聲來翻譯 那寶寶大概四種需求吧 第一個 肚子餓了 第二個 要不然要換尿寶 對 有嗯在屁股它不舒服 尿尿是不舒服 再來一個就可能是寶寶 生病 生病不舒服 憲哥真的非常厲害 其實都猜對了 我生四個什麼的厲害 如果能夠真正有個寶寶 可以來現場 對啊 可惜 不可能現場有寶寶吧 要不然我緊急來生一個 來不及啦 來不及啦 有嗎 歡迎萱萱進場 謝謝 好可愛 來 可愛 糟糕了 他問題是 他現在還滿愉悅的 我跟你講我抱他他就哭了 怎麼哭 他現在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這個人是要做什麼 養天長笑 糟糕 有了有了 再見 可以抱了 可以抱了 可以 好 來 什麼 辛苦了 謝謝 謝謝 乖 沒事了 他在思考 對 對 一定是想睡覺的 現在一定是想睡覺 對 因為小朋友睡眠時間 他一定 謝謝媽媽 可以 不好意思 讓妳上來哭 還要很多的 樣本 對 要不然你怎麼判斷說 你找了幾個寶寶 有男寶寶 有女寶寶 你有找孩子嗎 每個找孩子 然後說每個都不可以 不可以 這樣太殘忍了 他實際上的做法是 我們剛剛就是這樣 對啊 學學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 這個人動之後的訓練 需要很大量的資料 所以關鍵是要弄到很多 寶寶寶的哭聲 這還不是最難的 是還要有答案 就是這個答案要怎麼來 如果是父母自己標 可能也不準 因為新手父母 他本身就是一個 不準確的來源 不了解 所以你還要自己測試幹嘛 做月子中心 對 沒錯 孩子最多 沒錯 收集哭聲 沒錯 大家好 我是民怨房產後護肌家的 護理長宋思華 在實際上測試的時候 有一個小朋友就是有錄到說 他尿布濕了 我也是半信半疑的狀態之下 把他打開 果然真的就是尿布濕了 然後幫他洗了個屁股 換了乾淨之後 他就OK了 媽媽 我尿布濕了 你尿布濕了嗎 我看一下 鳥 你真的大便 好 好 預計多久可以回本 多久回本 Break Even就好了 對 因為阿滴都沒有在算成本 所以常常成本爆炸